李伯伯應該這裡面最資深的 看不出來 剛剛告訴我虛歲九十 對 虛歲九十 十歲八十八 發發發 最好的年紀 應該是吧 對 其實我覺得李伯伯的這個 生命這個歷程是非常傳奇的 你是上校退役的對不對 六十歲年紀的時候 開始上電視播氣象 大家認識他很多的氣象主播 他六十歲開始當氣象主播 我們氣象伯伯 然後八十二歲才退休 我退休是分成兩個階段 假如軍中退休的話是五十歲 我們那時候是考到軍隊裡面去 就是不准退休 幹到他不要你 你不准退休 後來我是四十七年畢業 四十八年 一月一號畢業的 就可以十年退休 我差了一個月 我十一月十一月十一號畢業 我假如晚一點畢業 我就可以十年退 那十年退 那個時候退休的話 外面的工作是太好找了 台灣工業起飛的那個階段 隨便找都可以遊工作 那我退休以後 就是第二個工作 就是進到電視台 對 對 那時候退休跟老婆遊山玩水 跟太太去了哪些地方旅遊 歐洲 美洲 本來計劃到南半球去的 但是計劃趕不上變化 他有二零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八號 他突然早上說肚子痛 送到醫院裡 結果是打腸癌三期 就這樣子 他停了大概兩百八十八天 是那一段時間 2019年7月20號 晚上七點半就離開我們 當然那段時間我是很消沉 我一直消沉到 有一段時間是什麼都沒有做 每天就是像這樣沙發 可以坐一天 一個沙發上可以坐到一天不動 你後來你有驚覺到 你必須走出來 對 是因為 你記憶力這麼好的 你曾經覺得好像快要失智了 我的感覺就是失智 不是突然發生的 它是漸漸發生 只是你注意到沒有注意到 那我有一天是突然 我要到郵局去 結果一出門 無意識地往前走 等到走了大概有將近一公里 這段時間大概有三十分鐘的時間 我不知道我在幹什麼 我去回溯我原來的時候 我怎麼會跑到這裡來 突然清醒我 我怎麼會跑到這裡來 怎麼這個地方這麼陌生 轉了一眼 一片空白就對了 一片空白 回來以後 我本來是要郵局去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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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我怎麼相反的方向 我突然警覺到這個是不是失智的開始 那前一段時間就是很長的一段時間 把自己封閉到家裡 坐到家裡 也不看電視 也不可以 什麼東西都不弄 然後警覺到還是要動一動 對 而且那時候發現你五歲以前的事情 記得好清楚 第二次大戰的時候 我們從河南逃到四川 不行 河南走到四川 走到四川不行 這個大家不會想到那種情形 那時候我還很小 我媽媽帶到兩個 我兩個哥哥手裡抱著我 我到了四川的時候已經是七歲八歲了 所以上學上得很晚 然後第二次戰爭就是火攻內戰 那時候我已經很了解事情 那那一段時間就很痛苦 所以我覺得戰爭是非常非常非常痛苦 那個討難的事情 這個記憶猶新 記憶猶新 所以你開始展開很多新生活 包括寫書 包括你開始每天騎車 從北投騎到關渡 這是你現在做的事情 現在還在做 每天早上還在騎車 你剛剛說你現在快九十 對 騎車騎一段車 然後走三公里 還在走三公里 走三公里 然後有的時候照照相 有的時候錄電影 做一些直播 你會自己剪接對不對 做一些直播 還會做直播 然後回來再剪接一下 誰幫你剪接 我自己 自己剪接 對 太厲害了 我在大概早上我會一三五 會剝一下氣象 自己架好 架好這個相機 之後打好燈光 還打燈 然後就自己 以現在的狀況 我可以大概十天到十五天的資料 我都可以很清楚地剝出來 假設我更長一點 我可以剝到三個月的時間 的天氣變化 比如說今年初 我就知道今年的春天是乾旱的 是沒有雨的 到現在為止證明我的想法是對的 我在去年十二月 就已經知道今年 到這個時候都沒有 而且聽說李伯伯你現在很厲害 你每天定時定量 過午不時 對 過午不時 不會餓嗎 不會吧 這個習慣了就好了 不時 但是有喝嗎 沒有 喝水是要喝的 你是問他喝一杯是不是 沒有 吃飯 不喝酒 不喝酒 好健康 年輕人 年輕日喝酒 年輕的時候 喝酒有一天喝到我老婆 關到門不讓我進門 我那時候在電腦公司當業務經理的時候 就要招待一些之前的人去 他今天想到哪一家 你要跟到他去 他比如說台北市有很多地方 是仁愛路 東華南路 臨申北路那些地方我們還不去 因為那些地方太低檔了 要高檔 不去調通 調通 東華北路和仁愛路 是最高檔的 有一些皮安娜吧 問一下黃校長 你怎麼看他現在退休生活 從喪偶之痛之後 他努力走出來 我覺得很不容易 真的佩服 因為這個間諜情深 真的失去伴侶 尤其是男人 對 表面是在外面刺激風雲 其實在心理上 在生活上 大部分是依賴女人 所以男人上午通常走不出來 講開玩笑的話 很多男人趕快就再結婚 所以只有女人有症結牌坊 男人通常是說如果可以的話 就趕快再找個女人 不要說填補空虛 就是生活上的依賴 但是體驗不簡單 可以... 可以感情那麼深厚 然後又把自己過得很好 我覺得最簡單 最困難就是這樣 我要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自己的想法 在老伴在的時候 那時候是一個男人 你知道男人怎麼想嗎 今天可以偷一點就偷一點 不要想辦法就是不回家 這是最好 但是其餘這個夫妻的關係 就是上班... 你看到我下了節目 我已經到了家了 就是上班在辦公室下班就回家 很不得意時能回家 因為氣象播完了 謝謝收看 對 要去哪兒呢 對 這個當了業務的時候 去覺得晚上出去一下 是很開心的事 晚上出去一下 開始是開心 一段時間以後 覺得這個生活 不是正常的 不是你要的生活 所以我又回到我的本行 跑到中世去做氣象 所以我就說他有能力 而且他很清楚人生是什麼 就不簡單 單身行不行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記得搜尋東風衛視 而且掃描我們下面的QR Code 同時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我們有很多獨家的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